这要点来关心的副总统赖清德 结束了宏都拉斯行程之后 在29号抵达了旧金山 在下榻饭店 跟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视讯对谈了30分钟 赖清德呢在脸书上 特别感谢裴洛西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台美关系看似又更进一步 先前呢还在这个友邦宏都拉斯总统的就职典礼上 创下了台美副元首首都在国际的公开场合当中互动 不过事后 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的脸书po文 却是把赖清德的身体给卡掉 有学者解读了 这是美方依旧采战略模糊 不想得罪北京 潮包夹到热情迎接副总统赖清德开心挥手 抵达旧金山后 随即和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展开视讯会谈 会后赖清德秀出同框合照 感谢裴洛西对台湾坚定支持 据驻美代表萧美请转述 两人30分钟谈话气氛非常友善 感觉像是两个老朋友相见欢 裴洛西还透露他曾亲自向WHO秘书长 表达应该让台湾参与WHO 除了跟裴洛西会晤 赖清德也跟旧金山桥界视讯 其中AIT主席莫建也是座上宾 而赖清德这次出访宏多拉斯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巧遇互动成为焦点看似外交大突破 但相较总统府将两人合照正面高调曝光 贺锦丽脸书照片特别选了一张侧身挥手 一旁鼓掌的赖清德整个身体消失在镜头外 剩下一双手 一张照片亦会反映美中台关系 留下各自解读空间 记者战予权刘卫成台湾到